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看到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應該是 你要喝什麼 嗯...喝...對啊 然後Milker 或者是這個 Jobster's Tea 這是什麼 茶 這是我的眼淚 阿倫就是 柯克 對啊 柯克 或是牛奶 你看你玩到車子要來的 那你要喝嗎 沒有啦 它是對面的車 不是我們車的 硬要 它可以查到耶 我想說不是一樣的咖啡嗎 沒有 就是馬屁有些是黑咖啡 對 好 客車來了 我覺得我們可能會錯過這班車 我們只要等下一班了 有了有了 好 我們趕快點 走 可以吧 可以 我覺得像這樣小小一杯的很方便耶 而且10塊錢而已 早餐你可能不去那個 撞到我的手 嚇死 早上如果說你買了早餐 然後沒有買飲料的話 可以這樣子 冬天的時候一杯10元就會很方便 再去吃早餐的路上 應該先怕一頓好漢婆 來了我們的吐司 我點的是佳農的芝士培根 你知道你點的是啥? 蜂蜜什麼? 忘記自己點了什麼 蜂蜜火腿吐司 欸這吐司很貴欸 一個要100多塊 他有烤過 我們兩個這樣加起來 就是點了250元 251 251 兩個吐司加一杯紅茶 這樣 看我們其實那個煎過的那個醬 很特別的 他跟台灣人有的 超可怕的 那你有吃完那個特別的醬嗎? 很好吃喔 香香的 感覺是在台灣沒有吃過的那個醬香 那他剛剛看中去是蜜蜜 很好吃 這是另一顆蜂蜜火腿 好甜喔 欸他有蜂蜜耶 我覺得很像是鹹的 喔 有點衝突 那你覺得哪個不好吃 真的喔 真的喔 這個蜂蜜吃完蛋 哈哈哈 那不喜歡吃鹹甜鹹甜的人 就不要點這個 好難分喔 這兩個不好分耶 結果這個地方是我們昨天走捷運站 走地鐵走出來的地方 走錯 然後我們昨天就直接往反方向去到了宏大 然後現在我們就順著這條路往前走 那我們就一直都在搭街 各位看 日出查探 台灣的驕傲 六角國籍 而且一樣跟海鮮長的東西 真的嗎 欸真的耶 童哥合作喔 先給我帶個這個蜜蜜 我幫你帶不進去 我幫你帶不進去 太小了 換鏡頭 你快去點 有關燥嗎 這是一個老闆與女秘書的故事 我喜歡吃鹹 這邊現在冬天沒水 可是她有禁止游泳的標誌 這邊超多狗狗的耶 他不能停車 他的車上就好 蛤 不能停車 他被人家制裁了 當法律無法制裁的時候 就是正義的制裁 欸這裡的景色好漂亮 好藍喔 天空 可以坐在這裡 那這個天空可以嗎 那那紅樓在哪裡 喔這麼多人喔 好好好去去去去 喔很多人耶 超紅 站誰的 對啊 我們賣到了 草莓廳廳圈 哇嗚 很浮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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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炒哪 這個91塊 蛤 好貴喔 肉桂味來了 有嗎 有 廳廳圈的肉桂味 它上面是草莓苦臨母耶 它雖然說草莓的味道很重 可是它後進還是又來一個肉桂味 就是它不忘甜甜甜的本質 這就結婚了 我可能是早上 抓了那一根的 會更甜 這是韓國的私樂冰 這是韓國的私樂冰 這裡不是只有西瓜嗎 你不會先拿西瓜來喝 西瓜 西瓜是個好用的東西耶 這邊的咖說可以先喝喝看 等一下如果我們講了什麼 不知道的話 就是喝醉了 就是喝醉了 就是這個 我剛剛看到的 對啊 它一個五千元韓幣 然後就像一個小小的杯子 裡面有酒 你就可以直接買起來 然後我剛剛一直在抉擇 要不要這個 但是我覺得它很帥 它有附酒杯 但是它是塑膠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 會破掉還是怎麼樣 我們來到了 汉南洞 欸這就是我剛剛說的一間 這間 很有名的點 對啊 對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是在李泰院站 往另一個地鐵的方向 所以兩個地鐵都可以去 這裡好複雜喔 有的樓上的店 跟樓下的店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找不到 到底要怎麼上去 想要逛樓上的 結果找不到怎麼進去 走另外一邊 我們已經找了一小段時間了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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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邊這邊 這上面在幹嘛 這真的要進去 然後MISS了山山 下次頭 然後我們一直看著這個 我們一直看著這個 監視圈 今天我們這白姿 他也是要進去 這裏面 這裏 這裏 是這裏 這裏 好荒謬喔 真的太荒謬了 我們一定要把那影片放給大家看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把那個影片放給大家看 大家會看到說我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空吾一圈 在唱空乘機 那個說實 好妙 剛剛妳還說為什麼裡面的人會一直 某某某某 原來是在開那個門 然後我又問 妳說看哪妳就會見識其實 然後我請명拿見識去 那到時候沒調見識去的人 我們不曉得說那兩個白痴 剛剛在見識器放 Мар 綠田說什麼 我可以想像看監視器那個 看監視器就是保全檔畫面 這裡大概有地方來到妳要注意一下 媽不來了 有啊 我們 漢南東這邊的特色 很多的斜坡跟樓梯 而且現在肚子很餓 還要走這個 我們找到了 孔德鎮的雪濃湯 這個是雪濃湯 它是用牛肉燉成的湯 它裡面就是有一些麵跟肉 然後還有一碗白飯 然後它的吃法是這樣 就是先加鹽巴 剛剛那個店員阿姨就先幫我們加過了 然後這間有辣椒粉 看自己要不要的 然後之後呢就加蔥 真的要炒 然後它會有附這些小菜 泡菜的那些 這樣子 然後一人的必消是一份餐點 它牛肉片給的量也蠻多的 你說它的肉最好的部位 它都沒什麼油 它不是五八個牛肉 它有入口 可以讓你加飯的時候一口接一口進去這樣 那你的湯底超甜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不錯 我們吃完雪濃湯了 對啊 它旁邊的都是講韓文 基本上它是很道地 都是在地的吃 它2021年 不是2021年 就幾年前有拿過米其林餐廳的肯定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的牛肉湯就是甜甜的 它如果說你想吃鹹的 就是自己加鹽巴 對 還有胡椒 然後要吃辣的泡菜 還有辣椒粉 它已經加了好幾次年 你喜歡吃鹹 沒有 它會一直吃不知道什麼 就覺得好像麻痺 溫泉疲乏 再加 再加 如果你跟著導航走的話 不太好找 它在一個轉角區那邊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都是垃圾的後門 就不要進去 繼續往前搜尋 沒有 差點進去那裡超恐怖的 真的 嚇死了 好 那我們要回飯店去休息一下 然後要去買橋撐炸雞當宵夜 你的手遮起來好明顯 這是我們的宵夜 我們 我們點錯了 我們點到整治了 我們只有兩個人而已 兩個人吃拳雞 超飽 超飽 會不會其實根本就沒有超飽呢 因為我們是大美 哇 拳雞喔 有一個炸雞 然後一個洋 蘿蔔 煙蘿蔔 還有松櫻冠可樂 這樣 五百幾塊 526 526 宵夜是526 沒有 這兩個我看就算好累喔 欸 這一次牛肉飯 藥和牛肉一起烤 牛肉湯跟生死熟 這很簡單 搞屁喔 我只能這樣看就是要亂搞不好 我看不懂 他沒有更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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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會給我看 這個要不懂我們 不要這樣看 每天的事點 都會變得更好耶 對啊